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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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生命真是得來不易 我們要好好珍惜 吳德,男性36歲 因為服飾過量藥物,突然身體不適 在家裡暈倒而入院 吳德,為什麼要吃藥? 又吃醉了什麼藥要入醫院? 會不會像之前新聞所說 那些職業司機亂吃藥,所以要送藥? 會不會像女士那樣吃太多減肥藥 而出事呢? 要你們倆去她家看一看 好,謝謝 李鴻太太 我們來調查你老公入院的案子 可不可以進來看一看? 隨便吧 李鴻太太 你老公入院之前究竟發生什麼事? 今天我們跟婆婆吵過禮 你們結婚了五年 你連蛋也沒了,你連蛋也沒了 究竟你不想生還是沒得生? 媽,放心吧 我們自己搞定,別擔心我們了 我不擔心就假的 你是九代單純的 如果她真的沒得生的話,就離婚吧 不要,奶奶 媽,別這樣了 我們長大了,我們自己會處理的 我不管,我明年一定要抱孫 如果你不想離婚的話,就找代母生 然後我先生就跟平日一樣去焗桑拿 之後我就去洗澡 到我洗澡完澡出來,就發現她暈倒了 老公 那就是說你老公在你洗澡的時候出事 高玲,你去廚房看看 吳太太,可不可以帶我去廚房看看 你老公經常吃這些東西嗎? 偶爾呢? 三個月才來一次? 是我的安眠藥嗎? 吳太太,麻煩你跟我們合作 我們只是想幫你老公而已 吳太太,你是吳太太的貞子,是嗎? 是 根據現場的顯示,我們有理由相信 吳太太,很心急想有寶寶 所以胡亂吃藥出事 其實是我主人的帽 他天生寫貴經 一年只得四次機會製造寶寶 你的意思是生不了寶寶的事 女方一力承擔? 是 是,你不要這樣,你也不想的嘛 你不用全身攪拌 根據我們的調查 你出現問題,你也要負責任 不關他事的 你還幫著他? 我們在一個雪櫃找到很多壯陽的食品 如果他沒問題的話 他主人為什麼要吃這麼多這些東西呢? 你們不說話,我當你們默認了 我也不想的 我主人工作壓力大,又經常吃煙 令我兄弟的數量嚴重不足 聽他太太說,他經常去焗桑拿 回到家就喜歡浸熱水肉,輕鬆一下 不就是因為他長期高溫浸肉 令我兄弟的數量一天少於一天 所以你就特地跟他作對 不幫他製造寶寶? 我沒有跟他作對 只不過兄弟的數量不夠 我也無能為力 阿Sir,你不要再難委屈他 他主人已經特地吃藥,打算幫他們 依你的說法 阿Sir,你和你的主人都知道 吳德是有吃藏陽藥,是嗎? 沒有,他主人從來都沒有 跟我主人提過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因為 他承認自己有問題,很難委屈 是男人,也不想被人知道他不行 這樣很沒面子 是男人應該證實問題 應該是請教醫生,不是亂吃藥 看來這個案件已經水落石出 吳德是因為很想有寶寶 所以胡亂吃藏陽藥而入院 你們坐在這裡等一等 謝謝你的合作 林Sir,查得出不能吃藏陽藥的原因嗎? 是不是他突然有生理需要? 還是他想在老婆面前變得比較男人? 兩樣都是 亦可以說兩樣都不是 其實他以為吃藥 這個藥可以解決他夫婦不育的問題 不育? 對,他不僅是陽藥 他的精子數量還嚴重不足 至於他太太有先天性排卵問題 如今有這些問題 對三寶寶真的很大影響 至於有多大影響,我們問問醫生 如果女士三個月先排卵一次 加上男性有陽藥和精子數量不足 他們的自然還應機會是非常低的 為了增加卵巢排卵的次數 我們可以首先用一些排卵丸 來刺激卵巢,恢復排卵的功能 如果排卵丸有效的話 其實第一、二個月都會見到效用 但是有部分女性對於排卵丸是無效的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需要每天注射針藥 譬如說卵泡刺激素 來刺激卵巢,恢復排卵的功能 如果男性有陽藥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找出其他的原因 譬如說有沒有其他病患 包括糖尿病、心臟病等等 而心理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環 所以很多夫婦都要接受心理治療 而在有需要的情況之下 醫生也會處方一些藥物來治療陽磊 暫時的研究都未能找到一種藥物 是能夠肯定增加精子的數量的 不過有部分的研究就顯示 如果一些物質 譬如說生、葉酸 或者抗氧化的維他命 是有可能令精子改善數量和質素的 所以男士們應該多吸取這方面的營養 譬如吃多些蔬菜、水果或果仁 唐唐一個大男人要承認自己不育 真是挺難開口的 這些對男人來說很忌諱 要放下面子真是沒有尊嚴的 因為尊嚴兩個字 自然不亂用方法解決問題 最後弄出個大頭罰,你覺得值得嗎 會不會是他聽到坊間的謠傳 所以用錯方法呢 我聽說過可樂和薄荷對精子有害 是真的嗎? 外面實在太多謠傳了 想知道真還是假 當然要有待專家的研究 所以說謠言是不可以盡信的 如果是為自己不育的話 就放下心理包袱,盡快去找醫生 健康的知識,人人都應該知道 讓我帶大家去了解更多 原來在大約六至七對夫婦當中 就有一對是不育 而且有研究指出 吸煙和不育有很大的關聯 不如問一下註冊藥製司Philip的意見 吸煙對男士和女士的生殖能力 都有負面影響 有分析顯示 吸煙的女士比不吸煙的女士 有較低的懷孕率 以及較大機會自然流產和公外人 也有研究發現 吸煙會減低男士的精子濃度 以及生殖能力 Philip,快點給大家一些戒煙貼士 有些人會選擇戒煙輔助的藥物 來幫助戒煙 例如戒煙香口膠、戒煙貼 戒煙吸劑和戒煙糖 基本上這些藥物都有不同的劑量 我們一定要跟足指示,不可以過量 用的時候記得要諮詢藥劑師和醫生 我知道戒煙期間會有退癮症狀 包括頭痛、頭暈、容易累 集中不到精神 有些人會覺得喉嚨很乾 不停咳嗽,還有食慾大增等等 其實吸煙很多時候都是心癮 如果大家想身體健康一點 加上有良好的下一代 就要吸早戒煙了 希望今天的健康提示可以幫到大家了 책情客 交代mus 你怎麼會知道 你準備好嗎? 類似麻煩你 是一堆保健者 有堧事的 也可以的 給你健康吧 不僅如此, 有些夫婦 為了不想人問尋問短 就不跟親戚朋友吃飯 嚴重影響社交生活 不育這件事 對於很想生嬰兒的夫婦 的確是一種困擾 如果要解決問題的話 應該要尋求適當的指導 根據加計會的數字顯示 尋求生育指導服務人數 由04年的1240人 激增至08年的1892人 四年間上升接近53% 至於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統計 亦顯示 去年有接近五千對夫婦 尋求人工受孕 鳳醫生, 你好 在醫學上, 一對夫婦 怎麼才會介定不育呢? 如果一對夫婦經過一年, 沒有避孕 但有正常性生活 平均一星期有兩、三次同房 但還未能懷孕的話 可能會有生育困難 現實中, 多不多人是不育的? 根據統計 每六對夫婦有一對可能有不育問題 隨著夫婦的年紀大 他們有不育的機會相對高 尤其是年紀超過四十歲的女士 其實在女性的問題方面 很多會出現什麼問題? 其實不育也不只關女兒的事 男女雙方也有可能有問題 我們看到過案的情況 第一, 有三分一的不育的過案 可能真的跟女士有關 但另外有三分一都是關於男士的事 最終的三分一可能是兩夫婦都有問題 或者是有些夫婦有性生活的困難 有困難懸防 有性功能的障礙 也有小部分的夫婦 他們不育的原因可能是不明的 經過檢查過, 都找不到什麼原因 影響到我們懶有寶寶 在女性不育的問題上 是否可能她們的身體 有哪方面的問題? 例如女性不育 有可能跟排卵有關 隨著女士的年紀大 卵巢的功能可能降低了 亦有內分泌的問題 卵巢多浪症等 也有機會影響到女士排卵的問題 除了排卵之外 有時候有些女士曾經有盆腔感染 會令她們的輸卵管閉塞 也會導致她們有不育的情況 也有苦科的疾病 譬如子宮內剝移位 宮腔內的肌瘤 或者有些女士有些先天子宮的不正常 都會影響她們懷孕的困難 除此之外, 吃煙 體重太瘦或太重 也有機會影響女士的受孕 男性方面, 男性不育的原因在哪裡 男性方面可能是由於遺傳的因素 有些可能是感染或創傷 影響到她們的輸精管閉塞 或者影響到膏院的功能 令精蟲的數量少了 活動能力慢了 或者不正常的形態多了 影響到她們的生育能力 有得醫治嗎?怎麼可以治療? 其實只要夫婦早點找醫生看 早點找到不育的原因 大部分不育的情況 都有方法治療 不過要提醒夫婦一件事 就是治療的成效率 都會隨著年齡高 尤其是女士的年齡高 成效會下降 女性方面, 什麼年紀懷孕是最好的? 其實女士到35歲生寶寶 就叫作高齡產婦 年紀大懷孕, 懷孕的風險會高了 寶寶有腰節或不正常的情況 例如有唐氏綜合症 都會隨著媽媽的年紀大而增加 當然, 女士的自然受孕的機會 也會隨著她的年齡上升而下降 其實我們香港人 很多大家都會看著事業 大家有了事業, 接著要買樓 買樓才開始成家立失 豈不是出現很多高齡產婦嗎? 是, 所以我們家業會 會建議夫婦及早去計劃她們的家庭 決定自己會生幾個小朋友 有了, 究竟是何時生 那就不要等到建立事業 建立所有的事後才想生寶寶 這樣就可能會錯過了 生寶寶的黃金時機 所以大家如果想生寶寶 最好一早計劃好了 如梁不育, 不一定沒得生 問題是你有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以及接受適當的治療 如果一對夫婦不能自然懷孕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她們呢? 你們的問題, 我們不如問問周醫生 如果對夫婦有不育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找出她們的原因 然後作適當的治療 但是有部分夫婦 需要用輔助生育療程來幫忙 現在輔助生育療程 可以分為兩個方法 第一, 就是公腔內人工受精 第二, 就是體外受孕 就是事冠嬰兒 醫生, 公腔內人工受精 究竟是針對哪一類型的夫婦呢? 還有過程究竟是怎樣呢? 公腔內人工受精 最主要是適用一些… 譬如說男性有輕微的精藥 或者女性有輕微的子宮臨磨二位症 或者夫婦之間有性行為的障礙 又或者一些不明原因的不育症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治療 她的過程亦非常簡單 女士需要在驚奇的第二、三天 開始服用一些口服的藥物 或者每天需要注射一些針藥 來刺激卵泡成長 然後她需要每隔幾天 就要照超聲波 來監測卵泡生長的情況 然後當卵泡成熟的時候 就要接受破卵針 來刺激卵子釋放出來 而在排卵當日 丈夫就要提供她的精液樣本 我們就會用洗精的方法 將活動能力高的精蟲集中起 再經過一個幼的導管 直接放進女性的子宮裡 是不是所有人都用這種方法? 也不是的 這個療程首要的條件 就是要輸卵管暢通 所以如果有些女性 去本身輸卵管閉室的話 也不可以用這個療程 而需要直接做到體外受孕 另外,如果男性嚴重的精藥 或者女性有嚴重的子宮浪摩爾偽症 她們也需要考慮直接做體外受孕 來增加懷孕的機會 體外受孕的過程是怎樣的? 體外受孕的前期療程 其實跟公康內人工受精是差不多的 做一個很簡單的手術 將卵子從陰道抽取出來 之後,技術人員會檢查 抽出來的卵泡有沒有卵子 如果有的話 就會將卵子放進行溫器裡面 將它保持在人體的溫度 而手術當日,丈夫就要提供她的精液樣本 我們胚胎專家就會在實驗室裡 將精子和卵子結合來製造胚胎 製造成功的胚胎 會培育二至五天進行監察 為了幫助膚化 會用激光技術磨薄胚胎外膜 再放進女性子宮裡面準備著床 如果胚胎著床成功的話 那女士就成功懷孕了 如果中醫配合西醫治療 效果會不會更好呢? 很多夫婦為了增加懷孕的機會 都會去找中醫的輔助 例如針灸就是其中之一 謝謝周醫生 現在醫學科技這麼進步 對一些很難有嬰兒的夫婦來說 真是一大喜順 不過就算是接受了人工受孕也好 成功預付也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人工受孕 再接受中醫針灸的傳統方法 成功率會不會高一點呢? 這一方面,我們要請教一下秦教授 針灸幫助提高體外受孕的成功率 現在從醫學雜誌的針灸研究報道來看 已經是被證實的 它的有效率大致是在本來的IVF基礎之上 也就是體外受孕的基礎上 大致可以提高10% 根據秦教授所說 針灸可以誘發排卵 促使卵子成熟 也可以促使女性排出多粒卵子 配合體外受孕治療 不過何時才是針灸的最好時機? 私醫的針灸中心 在做胚胎植落的當天 當天在胚胎植落前和後 各做一次針灸治療 通過這樣的方法來提高體外受孕的成功率 原理是透過改善子宮內母的血液供應 以及減少不育夫婦精神壓力 另外,有些夫婦更加會在接受胚胎植入之後 兩個星期當中去做針灸治療 西醫一般會用急速去做一些知識的療法 在這個時期針灸也可以通過選擇 相應的學位去世界人體 自身去釋放急速 來提高體外受孕的成功率 這些穴位大部分集中在下腹位置 包括氣海、中極、關元、三陰膠等等 去調整子宮的功能 如果男女雙方出現精神緊張的話 頭部穴位也有安神的作用 根據今天的調查 以及綜合各位專家的意見 你們體會到什麼? 很多人還抱著一個傳統的觀念 覺得沒得生 當然, 一定有女士的問題 其實男士也一樣有責任 而且有些人怕尷尬 不敢去看醫生 結果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育的話 我應該兩夫婦一起去面對 盡快找醫生解決問題 可能很快就會有喜訊 將今天的資料保持吧 是 不得兩夫婦 終於解決了結婚五年來 都沒有寶寶的宜蘭 接受適當的生育輔度和治療 一年後, 吳太太就成功懷孕 準備迎接新生命的來臨 手足口餅的對象就是小朋友 最麻煩的是小朋友發病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什麼不舒服 就算他嘴巴和喉嚨都關上碎 他只懂得扭動和不吃東西 你就是中世祥的長度嗎 是呀 為什麼你這麼髒? 我也不知道, 叔叔 那些髒東西都黏著了, 我很辛苦 那就是你曾經發燒的 是呀, 也不確定我惹了給長仔 還有一枝飛枝膏 看來不只是發燒那麼頑皮 是一枝飛枝膏的 升職位 是一枝飛枝膏的 是一枝飛的 是一枝飛的